欢迎大家收看AM730 Watt News, Watt News当然就是说有什么新鲜东西, 今天对我自己来说最吸引我的新闻就是这个比特币狂卸事件, 因为其实由今个星期一开始比特币就跌穿五千元, 今天根据这个Coin Market Cap, 它的数字就是去到四千三百八十元的美金一个单位, 跌了多少呢? 如果你用2017年12月17日当时二万零八十九元去计算, 你不用计算了,是无了百分之七成,七十以上, 如果以太币今天其实报,单位的数字是小一点的, 不过一会儿我想会吓你, 因为以太币是一百三十四个七十九美金, 但它今年一月曾经一月十三日做过一千四百三十二八十八, 跌了多少呢? 跌了九成, 这个代表些甚麽呢? 其实很简单, 就会看得到在一些所谓经济周期的高峰期的时候, 由于其他的经济产品他们的价格很高, 市场上通常有些聪明人就会想一些新的产品出来, 这些新的产品虽然投资者认知度或者对他的了解, 甚至乎有无一些相关的一些所谓经验成交去分析呢? 无不代表你不买的, 为什麽呢? 因为大家都有一种心态就是千万不要执书, 一定要先买, 执书闲头惨莫败家, 但在这情况下大家就看到, 当你经济环境下滑的话, 其实这些新兴的产品的下跌浪可以说你是估计不到, 所以在这情况下其实我自己奉劝大家, 有很多时确实一些市场聪明人, 他们想很多不同新的产品出来, 有些是真的, 有些是不要说假, 有些是究竟有无这价值呢? 其实真的需要很长时间去证明, 而且千万不要将比特币和bordchange所谓区块链, 很自然牵上一个不能脱离的关係, 事实上我觉得每一个科技的产品或产物, 它在市场上的生存, 很多时都需要很多其他客观或主观因素的配合, 究竟这个虚拟货币和未来的bordchange的发展, 是否真的两者之间都那麽顺利, 或者两者之间都那麽高的价值呢? 大家看到如果你说说虚拟货币, 可能真的不是了, 你说这个区块链会否好些呢? 我也不敢说, 只不过就是我想带一个讯息给大家, 就是基本上当你的资产价格那麽高的时候, 你去想一些新的投资, 其实可能真的未必是好好的事。 好了,今天跟大家谈到这一道先, 明天再和大家想一想有什麽的what news, 拜拜!